嘉義市政府四周 一早出現長長的排隊人籠 幾乎完全把市政府包圍了 晚安的民眾根本不知道 又從何排氣 中庭地更是擠爆人潮 他們有的天還沒亮 凌晨兩點就來了 嘉義市振興消費的滿千送百 及加倍券活動 15號開始兌換 有人清晨兩點就來搶頭箱 市民專屬的滿千送百 拿發票換現金滿千送百 一人最多換500元 外縣市的民眾是拿紙本五倍券 兌換加倍券 500換1000 滿千送百總金額1800萬 送完為止 由於每天現場加預約 限額800號 外縣市的加倍券 一天也限定250號 就怕搶不到 同一天還不到8點正式兌換 號碼牌就被搶光了 沒料到反應如此熱烈 市府緊急加派人手辦理 建設處說會滾動式檢討 讓民眾排隊領圈更順暢 TVBS新聞季節亨嘉義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